台九线瑞北段景观大道建制完成后大小车祸事故频传 上个月还发生严重的死亡车祸 立委夫婚旗高度关注要求公路局和地方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针对道路交通警示牌道路积水还有测速器的建制 要求公路总局即刻改善 台九线瑞北段景观大道建制完成 从民国99年到111年间就发生了四起A1死亡车祸 以及99件的A2事故 交通事故频传引发地方对景观大道的规划设计反弹不满 其实我当时很高兴说我任内这条路开工了 结果过程是这样的稀残 我也抗议过无效 所以就造成那么多的事故 道路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宽敞 不是叫你在路上种树种什么的 而且种树维维修的产品也太高了 实际上因为杂草通生水就贪到 水就在大路那边 过来就打水漂 弄到电线杆 都是重要之后 无缺陷也都是种产 但是我现在唯一要讲的是要立即处理的是 这个积水的问题应该要立即来改善 就是排水嘛 对排水系统那积水路面积水 这个应该要马上立即做改善 因为经常下大雨 那个水我自己也开车开过 真的水很深 所以我想如果一开稍微快一点 它可能就会真的很容易湿透 短短三年就发生四起的A1死亡车祸 立委复昆其服务处事会整各方意见 针对了交通警告牌 道路容易积水 以及设置测速照相器等等 要求公路局相关单位即刻改善 陈段长所讲的 南北减速慢行的设置 那个排水的问题 各方面应该要做的 还有你要植那个草的 那个小树 那个房市的 都是在近期内完成 可以吗 那个矮树里就是我们看 今年年度把它中调 你明年度就剩下一个多 交通安全除了是用路人 遵守交通规则 道路交通环境设施的安全品质 也很重要 当初不受地方青睐的安全景观 大道设计规划目以沉舟 地方现在只期盼公路局相关单位 能尽快改善优化 让瑞北段安全景观道路 真正是一条名符其实的安全大道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导 给大家发布我的 还可没迟走 关系 门 锐 有 听